发热涂料经过锤子击打 你看破坏成这样子 发热涂料仍旧发热 不受影响继续升温 我是碳纳米取缆材料的理哲 来自江苏省南京市国家级新材料研究院 碳纳米取缆材料的诞生 是国家推出煤改电政策之后 主要用于这个家庭取缆 和工业取缆的一种全新取缆方式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成分是由碳纳米 和碳纳米管和碳纤维组成 我们这个发热通过红外辐射加热 人体和物体来进行取缆的一种全新方式 不光可以用于家庭取缆 也可以用于工业或者小家电 汉纯房都可以 我们这个施工是非常便捷的 只需要铜带变压器 还有我们碳纳米涂尿和一些相关的工具 一个师傅骑着摩托车就可以到客户家里面去做施工 这个施工门槛低 稍微有一点动手能力的人都可以进行我们这个产品的施工 不管您是装修好的房子或者是毛皮房 都可以进行常规的一个施工 不会破坏墙面和地面 而且不占使用面积 它的厚度只有0.2到0.3毫米 产品上午施工 下午正常使用 第二个它这个涂刷不受区域限制 平常这个墙面地面天花板都可以进行涂刷 而且铺装的话呢 只需要100平方的铺装20平米左右 就可以达到室内的这个取烂效果 一般可以达到18度到24度之间 第三个它是非常节能的 因为它是直接通过墙体发热 热量来得更直接 相对来空调来说了 它更舒适 我们这个碳纳米发热涂料呢 它的性能非常稳定 我们的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年以上 我们这个成本呢 相对来说了 传统的取烂方式了 要跌得多 它没有任何耗彩 后期维护成本为0 控制这一块呢 我们可以通过面板控制 也可以通过手机APP 再一个呢 现在比较流行的智能家具 像天猫精灵 小爱同学 这些智能中单都可以进行控制 天猫精灵 我在 你说 打开取暖器 这就打开取暖器 希望能给主人送去一些温暖 比如说您出差之后 长时间不在家里面 我们就可以通过智能终端呢 把家里面的这些材材 这个关掉 等您下飞机之后了 提前通过手机APP 打开家里面的材材 回家之后了 就可以正常使用 碳拉米发热材料 获得的一些国家检测报告 以及国家的这个发明专利 国家颁发的相关的合格检测证书 下边的材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下边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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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